车站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港,更是阻击疫情的重要防线。 东方车站多举措,强化疫情防控工作,持续助劳疫情防控防线,把好源头安全关卡。 记者走进车站大厅,站内干净整洁,醒目位置摆放着疫情防控宣传牌。 进站旅客佩戴口罩,依次排队体温检测,并出示健康码后方可进站。 当前,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形势仍然严峻。 为贯彻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,东方车站认真履则,严格按照疫情防控相关要求, 置顶应急预案,坚持每天在全站范围内进行消杀工作,定时开门开窗通风等防控措施, 多错并举,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,把好源头安全关卡。 我们发现有超过或者达到37.3度的旅客,我们就引导他,请他到我们的留官室里面, 我们就汇报,请示东方市政府的医疗机构,把这件事件处理好。 我们战场也是要通风消毒,我们的发班车辆也是每发一班之前都要消毒, 我的一线人员上岗之前也要测量体温登记,也要求我们的旅客要传承佩戴口罩。